OK,Uncle我想請問一下喔 你除了用這個,這個用了棕油,用了六年啦 你還有用什麼龍舟嗎?比如說榴槤、塑膠的你有用嗎? 有,榴槤也是有用 有用啦 榴槤也是用多年了 已經用了大概五年了 五、六年了 那麼用了過後,你之前有用跟沒有用的差別是怎麼樣的? 有用的話會比較改善它的品質 香味會比較濃 會比較濃啦 也比較會熟 哦,是這個情況啦 比如說塑膠呢,塑膠方面你用的會怎樣? 塑膠用的也不錯啦 只要那個膠質會增加 比較濃 好,很大 那請問你一下,關於榴槤的話 你用了過後,你感覺上它的開花藉果率呢? 開花藉果率也比較高 比較高,成果率也是比較高 但成果率會比人家早嗎? 嗯,假如你用的濕膠的話會比較早 哦,比人家早啦 連釣果也會比人家早嗎? 是啊 也是會啦 會比人家好 哦,對,比人家好 這樣的話,你這幾樣油棕,榴槤跟樹脚的話 你暫時會繼續使用嗎? 會繼續使用 哦,會繼續使用 會繼續使用 會節省 能夠節省,成本 好的,好的,謝謝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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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